你发现很多这种,就是自己的婚姻啊,没搞好,然后呢,自己的上一个婚姻的产物就是孩子啊,留给这个妈妈或者爸爸的,发现这个妈妈或者爸爸亲爹亲妈,往往是对这孩子呢,就拼命的无脑的吹捧啊,孩子的另一半就配偶啊,或者是老公啊,男朋友啊什么的,就拼命的吹啊,好啊好啊,脑残似的吹, 吹跑,那缺姐就想一尊见血说啊,这就是你妈你或者你爸,就忽悠你啊,别回娘家,别回来啊,就留在那男的那身边就行了,你别回来烦他们,这就是你的亲生父母对你打的算盘,因为啊,就是这种腔调啊,就是,让一下就把缺姐给送回到,缺姐最艰难,最嫌恶的高中时代,因为啊,缺姐啊,这个死地啊,在, 缺姐的高中三年里,平日里啊,总是毫无征兆的,就完全没有前因后果,没有任何铺垫的,他总能无缘无故的,疯狂的咆哮,咆哮什么呢,我要杀了你啊,你给我去死,我要和你断绝父女关系,你给我滚,我不要你了, 这就是,嗯,缺姐的死爹,在缺姐高考之前提到的,强烈的啊,这个,镇静作用啊,真少给缺姐打了一针强心剂,哈哈,就没无缘无故的啊,就在屋里,你,你才呆着,在屋里没呆几房屁股还没坐着呢,突然就疯狂咆哮,就在你隔壁,隔壁的环境就开始咆哮起来了, 你都不知道发生什么啊,但是呢,偶尔的啊,时不时的穿插着,死爹又是在他的房间里啊,他也不看着你,他也不能在他房间待着啊,你要在他房间待着啊,他把你赶出来啊,他就是做梦一般的口气,因为他那房间也不关门啊,他要开着门的时候,他就做梦一般的口气,有一种特别天真啊,充满了天真浪漫幻想的啊, 期待憧憬的口气,遥想着,畅想着啊,这个缺解的未来,他说什么呢,我家老二啊,走哪都我都放心,这个,这个,这真正的话,你得这么听啊,那就是,我不care你,我不在乎你啊,我家老二吃不了亏,那就什么呢,你不能麻烦我,我家老二吃不了亏,千万别让他给你擦背骨,千万别让他帮你, 千万别让他,啊,帮你解决麻烦,你遇到的任何麻烦都你自己去搞定,你别找他,还要他说什么呢,我家老二肯定了,你肯定以后啊,把婆家把男人的给吃定了,他这个前台思有什么呢,就是你滚蛋你就不要回来了,而且呢,我死地啊,就这个,口气里啊,说这种话的时候, 他还带着一种激动和亢奋,啊,充满了喜气阳阳的希望,啊,就好像他啊,正在吃着缺姐结婚的喜宴一般,啊,甜蜜的,兴高采烈的,敲落打鼓的,送走了温身,叫这种,呵呵。 说缺姐觉得唯一缺姐的庆幸啊,就是后来长大以后啊,看了那么多人的垃圾畜生父母啊,这唯一庆幸的就是缺姐,居然这么垃圾,这么畜生的亲爹,啊,居然没有像,那么多的,就女王有跟缺姐说的,她亲爹居然的猥亵 她们,啊,甚至是性侵她们,啊,甚至是性侵她们,啊,这是缺姐爹是万万没有的,啊,这可能是缺姐的死爹这辈子最大的优点,呵呵,这包括缺姐上面一个视频提到的那个安海契,她的亲爹啊,竟然还猥亵她,她亲爹有性隐,啊,就这种,就对一切能够发泄的,比她弱小的人都能发泄,啊,她都当成自己,谢玉的这个工具,啊,我说这可能缺姐死爹, 这辈子最大的优点,她是有这个自制力,啊,甚至啊,这个,这个爹啊,亲爹都不让你出现,你这个亲女儿出现在她的视线范围内,啊,只要看到你,她那脸色就变成太阳底下晒干了很久,干巴巴的狗屎,就狗屎一般难看的脸色和业务贤气,充满了,洗满她一脸,就可不见了,就就赶你走,要不就指使她的小吊子,她小吊子跟她说一屋,啊,她们三口说一屋,就赶你走, 找任何不是理由的理由,啊,把你赶走,哪怕是周末,好不宜学校啊,一个月放一次假,就待那么一天,从上午开始就开始喊你滚了,哈哈,你才在星期六,这个半夜,啊,不是半夜,晚上,傍晚的时候回到家,她已经在,啊,这个,第二天上午,星期日的,啊,上午就开始喊你滚,她连中午饭都不想让你吃, 就让你滚干净滚,所以说呢,这个就是,这个就,缺姐发现,居然呢,有这个,那么多的,啊,这个,亲爹猥亵她们的亲生女儿,那缺姐的死爹呢,就没有,甚至啊,一银呢,和言语的,这种一闪念的,这个猥亵呀,这个淫慧呀,那我死爹呢,是完全没有这个念头, 真的没有,因为你在她眼里,啊,就是一坨呀,蹭在她鞋底上,她蹭了半天,也蹭不掉的臭狗屎,她天天给你,天天骂你说,你就是一坨臭狗屎,走到哪儿,就透到哪儿,哈哈哈哈,缺姐在这个死爹的嘴里,就是一坨臭狗屎,所以说呢,这个,就这么一比较,啊,缺姐一比较,哎呦,你们亲爹都违欺你们, 都,都,都引,你引你们,是吧,那缺姐死爹完全没有,这意思,她连这个念头都没有,那缺姐觉得自己不惨,啊,缺姐的死爹还行,哈哈哈哈,就至少我,我亲爹,啊,对自己亲生女儿,那比那些垃圾戳上爹啊,那太,正派太多倍了,是吧,那还得庆幸一下,否则她们的精神会崩溃的,有一个女朋友跟缺姐说,啊,说那些事,她,她就曾经从楼上就往下跳, 三楼就往下跳,把腿的给摔骨折了,就有她亲爹啊,对她们的这种,啊,这种性,色情的这种猥亵,啊,性亲,她受不了,她亲哥啊,自杀了,跳江自杀,哈哈,精神出现错乱,还有一个叫什么这,叫金斯基的,好像是一个,也是女影星啊,也是,她亲爹对她,啊,有这种性的这方面的这个, 一银还是怎么着,反正就是很多被自己亲爹,呃,就是猥亵过,性侵过的,甚至比强奸,好像比陌生人强奸这个伤害,还要大,好像是的,应该是,精神上就从小就出现问题了,就分裂了,就崩溃了,不能忍受, 我说,那你今天又没有说强奸,就是像外人,陌生人,就路人一样的强奸,是吧,没有暴力强奸, 但是,缺姐因为没有经历过,啊,就是一直还是没有找到这个精神崩溃的这个点, 现在还没有完全的理解,那缺姐也正在慢慢的揣测,啊,正在慢慢的试着理解这种, 这种就是受伤害的这种女孩的这种心理,她们的精神世界,是怎么样一步步的走向崩溃的, 为什么缺姐这么坚强呢,啊,为什么缺姐这么阳光呢,那缺姐还得庆幸自己的爹还是个正派人,是吧, 至少没有像他们的爹那样那么垃圾,是吧,